红烧 清炖 8月7日 2019台北市牛肉面 想为国际大评比入围名单出炉 共有56家牛肉面店家 通过初选进入本次入围名单 现场 入围餐厅纷纷端出自家的招牌牛肉面 不论是在牛肉 汤头 面条与口感方面 都各具特色 这其中既有2014年 曾获得此项比赛冠军的老牌店家 半亩田 也有研发4年半 试吃100多次才推出的总裁牛肉面 我们研发的步骤 在研发步骤就有了4年半 经过跟我们董事长跟总裁试吃了100多次 然后才烙定了这个口味 那我们的制作过程呢 是经过4个工艺 就是工艺工时工序工段 然后有129种的那种时段跟这个步骤 来完成这个牛肉面的制作 那CP值非常高 如果你享用了这个牛肉面呢 就感觉上有总裁那种舒适的感觉 柴米夫妻餐厅则带来了一款 鲜气飘飘的清炖牛肉面 据主厨刘家豪介绍 这道菜品的灵感来源于自己的妻子 这道菜品主要当初研发的动机是 我太太剖腹生产 然后想说让她吃一个无添加的一个料理 然后同时补补身体 所以它结合药杀的概念在里面 然后整个我想呈现是那种通透鲜明 轻而有味的一个感觉 然后利用16种中药材去增加它的层次感 然后汤体会整个很像喝茶一样 后面会尾韵会回甘这样子 作为地道的平民美食 台湾牛肉面摊位遍布街头巷尾 有着牛肉面之都美誉的台北 每年都会举办牛肉面评比 此次更是直接将店内的牛肉面 端至评委面前 用专业味蕾帮顾客选出品质最优的牛肉面 10年来都是游在户外或是比赛 都是现场做一个厨房比赛 但是比赛的时间 它时间不够的话 它都会影响其实只有三个小时 但是没办法做出一碗真正道地的牛肉面 但是我们现在这次我们的比赛 是由你从店里 一模一样卖给消费者的牛肉面 直接带回到我们来盲侧 这样就会让这个牛肉面 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据主办方介绍 这些入围店家将于9月24号 由美食专家及美食爱好者 评选出三家最令人难忘的牛肉面 就是有点消费者的牛肉面 每天都要想起来